那時候還沒入行的時候 有沒有說唱粵曲的呢 唱粵曲少一點 因為那時候對粵曲其實不太熟 但是我會在宣傳隊 宣傳隊 經常施朗眾 唱一般的歌曲也會有 唱粵曲比較少 但是那時候讀書的時候 上課下課 那時候很多喇叭 那時候打銅鑼 遊鄉、寶學 還有那些粵曲 我個人比較喜歡唱歌 一下課 由學校回家那段時間 聽這些講話 我就很自然跟著唱 粵曲也是跟著唱 甚至我被家人說 你怎麼搞的 有時候去廁所你都會唱粵曲的 是呀 怎樣的原因 令到你知道可以考語劇學校的呢 其實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我記得我是 82年 剛剛讀高一 剛剛讀高一 初三星高一那段時間 上五十一點多下課 你知道我當時在潘縣二中讀書 那我就走出去 我從學校走出去 走出去沙灣街那裡 文化館剛剛轉彎的 我就下課走出去吃東西 看到這麼多人圍著文化館 那我就很好奇了 那我就看一下 有一張文字寫著 有一張海報 有一張海報寫著 廣東原劇學校 演劇學校 當時我看見有些老師 由儀虎奏奏奏人唱 那時候 唱了兩三個 因為已經十一點多了 唱了兩三個 可能那些老師不太滿意 我看見有儀虎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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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幾個 有幾個老師在上面 在上面坐著 聽著儀虎奏奏 大家聽著 那我就在聽著 最前邊 有一個老師 拉著拉著 那個老師後來 我知道的才是 程豬老師 學校的老師 學校的老師 他就跟我說 小孩子 你是不是考試的 你是不是考一下 唱兩句 那我當時想 我來看而已 那我來看而已 我不是很會唱粵劇 我說思朗重 行不行 思朗重 那你懂不懂唱 我說 都有的 我不是很會唱 幾句而已 那幾句也試試 那我一開口 是謙話 多重 秋 分 愛 命 這樣唱 那他就知道 潘秋月 那他就拉著 那我就一直唱下去 嗯 那唱完之後 他又對著我笑 嗯 挺好的 你真的笑笑 挺好的 可能是這樣 就是看到你的形象 也挺好 是啊 那都 我覺得可以 那唱完 他就 有個老師 走下來 他就摸摸我的頭 我摸摸我的頭骨 這裡 最重要的是這塊骨 因為我們如果做舞打氣的話 帶著那個盔頭 要卡住 沒錯 不要那麼容易掉下去 好後面才知道 沒錯 沒錯 那又伸手 讓他敲一下 關節 腳敲一下 就是這樣 那其中一個老師 就跟我說 那 那 你填表 嗯 那 填完表 這兩三個月內 如果有天之理 你是根據表的哪個地址 你就去複視 如果有就是這樣 沒有 你自己什麼 啊 過了大概兩個月 嗯 嗯 有信來 是啊 學校的 學校的門訪 嗯 就通知 你有封信 我去看一下 一查看 咦 去廣東粵劇學校 屋市 嗯 我當時真的想 哇 他心瀑瀑跳 咦 我得了 我得了 雖然 郭劍華考上了廣東粵劇學校 但由於自小 不是生活在粵劇世家 所以 家裡很多人都反對 他學粵劇 但他本著搏一搏的心態 毅然選擇走上粵劇這條路 開始了他四年的求學之旅 那 那粵劇校這四年呢 那你有沒有些很難忘的東西 嗯 讀了一年的文化課之後呢 就第二年開始學節子氣 嗯 那學節子氣呢 就第一個是我的 嗯 嗯 小母戲 小母戲 阿鑑叔也是戲 那一分配我是第三組 哦 即A B C A B C 你是C組 我是第三組 C國 即C組 那 當時我 我都不明白為何分我第三組 我想著老師很重點培養我 嗯 經常都 開學典禮啊 我都是一個節目的 為了帶領大家合唱 就是這樣 雖然我 一直都是很重視的 是的 我就不明白了 我是文老師 嗯 不是不過是C組 嗯 他是這樣 因為我們班呢 其實很多人呢 就 在劇團做過 跟過老師做過戲 嗯 有基礎的 是有基礎的 那我們呢 就一張白紙也拍過 再導演劇 嗯 哦 我就明白 原來老師想著 有些基礎呢 嗯 就容易快上手 快上手 因為呢 通常在學校 在學校 學戲呢 都是老師在前邊 我們是跟著的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在後面慢慢跟著我 但是 前邊那些 可能他有基礎 容易上手 嗯 一直 就主要 就學這個戲呢 嗯 我記得就 令我很難忘 嗯 這件事 嗯 然後當時呢 就 嗯 嗯 開師組 前邊 前邊那些 同學呢 他真的很快上手 嗯 老師在前邊教 我們在後面跟著 我們沒那麼容易 記得 嗯 他們走這樣走得很好看的 嗯 自己走極都不好看 做極的手勢 高一點 低一點的手 拿馬邊也不同的 嗯 你高一點就縮薄的 低一點 低一點 這樣才漂亮的 啊 老師經常這樣撿我們 啊 是啊 其實我當時也挺好強的 嗯 有時候是星期休息 那些同學 他想著很容易上手 好嗎 好嗎